一起搭档主演的陈红年代,还有和百百和秦海陆一起合作的南方有乔木,这样的节奏,让喜欢陈伟霆的观众非常欣慰,除了热血街舞团的录制以外,陈伟霆又迎来了自己的新剧,这部剧的名字叫做《风暴舞》,《风暴舞》男主角已经定了陈伟霆,女主角方面还能再敲定,只不过现在差不多是王立坤了,王立坤的演技和颜值,还都是被网友和媒体肯定的,至少很多网友认为,王立坤在当今的娱乐圈小花里, 不管是长相还是演技,也就是发展路线上是非常有特点的,大部分网友对陈伟霆和王立坤的搭配有些意外,毕竟之前这两人毫无交集,《风暴舞》的男主人公李俊杰出生于上海,因拥有出众过硬的素质而被东南亚一家保镖公司聘用,后来李俊杰以自己的大小程思雨和新加坡籍美女周子轩组成了三人小组,由此发生的一系列故事,这个故事还是比较新颖的,大家期待陈伟霆和王立坤